2024勇不放棄一騎來發財 指南宮環線極限挑戰99.9K自行車活動 在縣府一樓大廳隆重舉行活動記者會 副縣長王瑞德由南投自由車國手盧紹軒 李冠賢半期帶領貴賓進入會場 拉開記者會序幕 臺灣自由車運動協會理事長彭建勇 議員林如陽、簡千祥也都到場共襄盛舉 王副縣長邀請旅會貴賓一同開箱本屆 還起獎牌並宣布活動將於6月2日早上6點 正式起跑邀請鄉親展現熱情 會沿途經過的選手以及南投自由車國手 魯紹軒、李冠賢加油打氣 讓來自全國各地選手留向南投 環線自行車活動的美好回憶 縣長對於體育運動的舉辦 國際賽事的引進 以及相關低碳永續活動的舉辦特別重視 我們希望能夠以健康低碳排汗不排碳 我們能夠挑戰自我運動愛臺灣 這樣一個原則來推動我們在線內的運動 同時可以帶動我們的觀光旅遊休閒活動 並且可以讓我們的運動相關的產業蓬勃發展 在這一次的活動成本紫蘭宮跟中華民國自行車運動協會彭理事長的支持 還有紫蘭宮莊主委的支持 讓我們能夠順暢的舉行 特別在此也一併表示感謝 議員林如陽 簡千祥也期盼藉由舉行自行車活動 為南投旅遊業以及餐飲業旅遊相關乘業商機帶來提升 發展成為南投自行車運動旅遊特色活動 去年我們也有來參加 今年領旗的兩位選手是我們中華隊的選手 並且是我們南投在地的子弟 跟邵宣兩位都是我們南投在地的子弟 那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可以支持我們在地的孩子 那更多的進行這些自行車 或者是他們想要的這些運動 那也希望說我們大家一起來關注這些自行車的比賽 我們一起來支持自行車的活動 我相信像這樣的運動 在我們南投應該可以非常大力的來推廣 那我相信許淑華現場上任之後 那不斷的推動我們低碳慢火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相信這是一個觀光很棒的一個主軸政策 那欠祥在議會也會大力來支持 那從過去到現在 欠祥在這一屆一直以來都非常的努力的 在運動方面來推廣 那我相信在這次的自行車上面 欠祥也會在議會上面大力來支持 限級自由車國手盧紹軒 單純阿賢也將盜城領旗 帶領車友玩旗子男公還限級線條戰 99.9K的活動 去年因為要參加亞洲錦標賽 所以只領旗的一小段 但今年可以完整期完整段路線 滿期待跟大家在 那個南投的公路上面做一些競速的活動 自行車是比較新的文化 可以跟這個歷史悠久的文化一起做結合 然後進行這種低碳挑戰的活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 非常棒的部分 讓民眾可以來參與這樣的自我挑戰 然後可以拿一個非常有紀念意義的這種前母回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保平安然後身體鍛鍊健康 一個很棒的 江宇楚表示 自行車賽事全程99.9公里 以大會規定 七小時內完成全程者 大會將頒給騎士選手完成證書 即可獲得大會精心設計 世界獨一無二的活動特色 鏤空龍聯造型完成獎牌一面 以及由指南宮提供土地宮 金龍聯發財前母一枚 選手在完成騎士後 將前母相入裸空龍造型獎牌 將獎牌圓心補滿 象徵圓圓滿滿 大家融發財 一起來發財 記者這時期 南投市採訪報導